在本讲的最后呢,我们讨论一个特殊的情况 此前那页,两个背极函数都是从t等于0以后都有一个统一的表达式 但是在这页的两个背极函数里面,f1t是可以写成yt-yt-1的形式的 f2t是可以写成e的-t乘yt的形式的 大家可以发现,对于f1t来讲,0到1之间的值为1,大于1后的值为0 因此需要针对t的不同时间段积分的项,选取不同的值 这就导致我们需要进行更仔细的考虑 对于这类问题,我们有两大类的求解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,我们就是把f1t和frt的全时间轴表达式 带入进卷积的式子里面,直接来求解 我们来看,rt是等于0到t yt-1,乘以e的负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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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负� 由于这是一个对tau的积分,所以e的负t可以看成是一个常数项,把它提出来就是乘以0到t,e的tau,ytau,乘以yt-tau,dtau,减去0到t,e的tau,乘以ytau-1,乘以yt-tau, 下面我们分别来讨论这两项,对于这第一项来讲,我们先画出ytau的函数图像,很显然,它应该是这样的, 我们再画出yt-tau,它在t-tau大于0的时候是1,也就是说tau小于t的时候是1,因此函数图像应该是这样的, 这两个函数相乘的意思就是说,只有当这两个函数同时为1的时候,它的乘级的积分才有意义,观察这两项我们发现,对于第一个来讲是这个,对于第二个来讲是这个, 因此,因此这第一项的积分就可以写成,从0到t,e的tau,dtau,结果就是e的t-1,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项, 是这样一个表达式,它在tau大于1的时候成立,那et-tau刚才我们分析过了, 在tau小于t的时候成立,那么把这两个合并起来,就需要tau大于1,小于t的时候整个函数成立, 那再把这个结合到积分的上下线里面,我们就发现,实际上在这个时候,从0开始起做积分,是没有什么意义的, 因为对于这个表达式来讲,tau从0到1之间是0,所以呢,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, 从1到t,e的tau,dtau,也就是,e的t-e的形式,那么接下来,我们就把这两项合并起来, 对于这个第一项来讲,它成立的条件是,t大于tau大于0,就可以了, 对于这一项来讲,它成立的条件是,t大于tau大于1,才能够成立, 因此,整个这个结果就分成了两部分,第一部分,就是,0小于t小于1的时候, 它是,只有左边这项,就等于,e的负t,乘以e的t-1,就等于,1-e的负t, 第二部分,是t大于1了以后,这个时候,左边这项和右边这项,同时都成立, 因此,有,e的负t,乘以e的t-1,再减去e的t,加上e,就等于,e-1,乘以e的负t, 大家可以发现,这种方法,需要仔细地分辨各种e不同的表达式,曲直区间,相对来讲,还是比较麻烦的。